莊嚴整齊的鼓聲 開啟仁愛之家的關懷活動 青春洋溢的用心傳達 大愛人文精神 看到台下長輩們 專注觀賞的表情 反而讓台上的年輕人感觸良多 就想說 阿公 阿嬤 他們曾經也像我這麼年輕過 只是現在 他們是坐在那裡 換我表演給他們看 說不定以後也是我坐在那邊 所以想說 從現在開始要努力健康的運動 嘉義慈濟人號召民生國中 及男性國中師生 一起到嘉義仁愛之家 關懷阿公阿嬤 嘉正老師現場指導 學生陪阿公阿嬤用毛線 做菜球相包 我邊教爺爺邊做 然後那個爺爺還是不會 就慢慢細心地教他 最後他就會自己知道怎麼放線 爺爺也有進步 我也有成就感 現場還有男性國中 雙胞胎姐妹花的吉他彈唱 以熱情的帶動唱 讓阿公阿嬤感受到青春的活力 並開始期待下一次的微信瞎會 大愛新聞真善美聚工 黃淑芬 黃文貞嘉義報導 阿公阿嬤感受到青春的活力